差不多一消息 北市问华发生了惊悚车祸 路口后置转黄灯 骑士刹车停等 但后方的公车司机想要加速通货 结果不止撞到了机车骑士 还害得车内三名乘客摔倒 其中一个人耿头破血流 相信状况要联系给记者陈紫阳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公车经过路口本来想直直向前行 不料才刚过停止线 前方的机车骑士就突然刹车了 而公车司机反应不及因头撞上 骑士被撞倒之后 往前滑行的五公尺才停下来 倒地受伤 而不止骑士受伤 因为换个角度看 当时司机刹车之后 车内有三名乘客 也因为惯性的关系不慎摔倒 其中民调性男子最惨 当时站在中间车厢的位置 结果因为刹车 整个人往前冲 撞到了投币箱的位置 他情依受伤 血流了满地 被紧急送医治疗 而车祸发生在16号下午 接近5点 地点是在北市万华区 蒙甲大道跟和平西路口 警方货报到场之后 钓鱼监视器 发现原来这个路口 当时的号制灯是转黄灯的 公车司机本来想要加速通过 但前方的机车骑士认为过不去 就刹车停在了带转区 不料因此发生了憾事 那么骑士以及车内 另外两名乘客 三个人伤势比较轻微 只有一名料性男子 伤势比较严重一点点的 全部人都没有酒驾 也幸好送医之后 他们都慢慢地恢复当中 而警方也提醒 经过路口 耗智转为黄灯时 就要特别注意 以免发生类似的意外 以上是为您找到的情况 要把先进镜头 交换给棚内